voir à mespic 不知道是哪一個 很重欸感覺 咖啡 咖啡泡好了 後面一盒垃圾 會說 讓我把它淺 擠 送來這個飛箱 開它 這個禮拜應該是我收禮物的一週 因為我買好多東西喔 我很晚很晚才買它欸 結果它居然那麼早來 我收11的都還沒來 它就來了 真的是在哭 加入垃圾堆 不要浪費了 這個盒子很不錯欸 它是硬直版的 又是紙 我已經拿了夠多黑色的紙了 我就是買了一個 深度清潔泥膜 它是這樣翻嗎 我根本不知道它翻譯是什麼 笑死 它有超大塊的經濟感光化妝水 它磨起來涼涼的 它還有霧欸 可以化出霧 冷藏包裝喔 笑死 不會啦 外面那個氣溫跟冷藏也沒什麼區別 我終於化妝碎了 我一洗完澡出來 就要立刻擦到保養品 完全不能妥 你不能晃一晃洗內褲都不行 你臉乾掉了就會很麻煩 我要帶我的臉保持濕潤到立刻 上保養品 接下來我注意喔 化妝出發去廚術館了 衝還沒洗澡 開箱發火 這是我雙十一買的東西 我買的是洗淋 我買大部分不是衣服 都是一些便宜的家飾品 就是把它當淘寶購買的感覺 我真的想在 在淘寶欸 第一個 它是熊外套 泰迪熊外套 肯定不是香的 但它身為一個在淘寶很精百戰的人 我對大陸的東西是人收度非常高的 熊外套 這兩個值得口袋 然後是拉鍊的 呃...蠻薄的 蛤...蠻薄的 蛤...蠻薄的 薄得很薄 會吃到 我不管啦 我已經買了 就旁邊 下面一個 耳環 超級大 因為我最近耳朵超級過敏 瘋掉 不知道為什麼 喔是戒指 耶 我有戒指了 這個... 之前在H&M買的那種 七個蚊子戒指 但是沒有太大 它們都只能fit我大拇指 所以... 全部都只能套在大拇指上 就是... 哎呀 修起來 修起來 下一個 運動內衣 我一次買的衣袖 英國洗衣服太貴了 所以我要多買一件內衣換穿 超可愛 帽子的環 我聖誕節要戴它 超可愛 這個... 喔又是戒指 喔好爽喔 我現在有3800的戒指可以戴 然後這樣 然後這樣 OK 跟美拍一樣 算了 都不要看 這種戒指很容易會掉漆 但是你知道嗎 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只會讓我戴個幾次 所以... 多多益善 越多還越不會掉漆 沒錯 就是這個樣子 是分開的兩條 然後它就是幫你搭在一起 可以一起戴 然後一個是粗的 大的膏子 一個是小的 大鏈子跟小鏈子 這樣 它是一個... 小... 我的脖子有這麼小嗎 它是一個項鍊 我一開始買的時候 我想要在那種 誰的生日 會有點小party 用會有dress code 就會想要戴一些特別的... 項鍊 所以才買的 然後又有我去戒指 又有我去買包耶 我這輩子都不用再買戒指 來反正一大把... 戒指 第一包開完了 不要怕了 我不是要買收納盒嗎 啊我收納盒咧 啊靠北 哭啊 我只收納盒等超久的 白癡啊 我沒來 我很生氣耶 這種 它可以掛在狗狗上 然後可以夾抹布 這種 我買了兩個 喔 這是那個掛在門上的 我想要掛在那個 我廚房裡 然後這邊就可以掉 鍋鏟 跟...我不知道 壓泥器吧 之類的 這個這麼小的東西 喔 拍拍燈 OMG 我買了兩個吧 沒錯 我真討厭吃電池的東西 因為這裡電費不用錢 然後如果要吃電池 就自己買 好拍拍燈 我一定要把它放在衣櫃那邊 另外一顆 原本是想要放在這邊的 但我可能會拿去 黏在我床頭 當作床頭燈 這個真的很爛 它這麼小 它說它是S型掛鉤 我以為就是 你知道我們認知中 在小北百戶可以買到 那種超大的S型掛鉤 結果它超小 然後這個 這個是 毛毛的襪 很療癒 所以我買了一個 那錢包嗎 卡夾 這邊沒有人在用零錢 沒有人在付鈔票 我之前錢包還不是很大 我是一個中夾 但是它有零錢格什麼的 會很厚 我覺得換不方便 包包都放不下 我應該全部都會塞卡片 讓我可以 帶出門 蛤 蛤 它是我的收納盒耶 等下我開什麼玩笑 我都放這一大堆保養品 你看 這個把它收起來 呃 我記得我有看尺碼的啦 那買到這個我真的超感動 這個 你可以把它拔開 然後把牙膏塞進去 然後關起來 然後蹲轉轉 這樣蹲轉轉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執著牙膏 要從尾巴擠的人 就是牙膏從中間擠 我真的會渾身不舒服 喔 終於買到它 不知道每天他媽都在 每天都在擠牙膏 我還買一個桌面指甲 身符品質 蹭蹭蹭 往上飛 這樣子這樣子 沒錯 它還有附 喔 就是那個軟軟的墊片 要貼在這邊的角度 OKOK 我很喜歡這種DIY的工作呢 就是我的迷路腳 我真的會笑死 聖誕節嘛 你不可能沒有裝飾就出門啊 所以你肯定會需要一個迷路腳 是吧 很合理吧 每個人都是這樣過節的吧 我看起來就像個三歲去幼稚園 第一次過聖誕節的人 對上 毛錢 冒耳環 聖誕節氣氛都出來了 再穿一件綠色的衣服 我沒有綠色的衣服 我沒有綠色的衣服 好可愛喔 快樂的一天 砍三個幫忙喔 昨天新買的 泰迪熊一套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開箱時間 我今天早上整個守著他來 然後我今天下午就一直在一樓等 結果他明明就說他已經牽手成功 結果我在我宿舍樓下等不到啊 所以我就跑去我們的這整個偏遠校區 Jubilee校區的宿舍的管理手法室都在那邊 結果剛剛就去了 我就順便把它拿好來了 太想開了 我等不了 我哪知道他是1點才會來還是晚上8點才會來 他就是回家區越多越大了 很熟悉的感覺 每年的雙11都是這樣啊 他槍出來的都是這樣 然後他是一個我看一下喔 陰龜的鍵盤 我自己買我怎麼不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我沒有特別挑啊 因為我的Amazon是在英國的 所以我的鍵盤確實會推很多陰龜的鍵盤 但他也沒有說只賣陰龜的 因為我也有看到很多鍵盤他是算美龜嗎 我也不確定 因為陰龜有很多符號鍵的位置很奇怪 因為每次在我們學校的鍵盤 打什麼頸致符 然後我反結線 我找半天啊 怎麼我其實是拿著 我覺得也不錯 那種時候系一下英格 鍵盤到底怎麼默默 在我考試的時候打字打半天打不出來 嗯 機械式鍵盤 這是我唯一的要求 不能是機械手感 不行 玩那個回刻感 卡噗噗噗噗噗噗噗 那個感覺 然後我完全沒有挑軸 因為我覺得價位優先 好醜喔 好可愛喔 哈哈哈哈 欸他是背光咯 而且像在台灣我買的那顆鍵盤的時候 還特別買 特別挑說我背光 那我不曉得RGB 因為我覺得RGB看起來太炫炮了 但我在這邊我沒得挑 RGB 那就RGB吧 我們就是這麼電競風 哈哈 電競風我屁 我快買到電競 喔 這是PBT鍵帽吧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 我覺得是欸 哇 我用這麼好的嗎 這台灣的都是ABS的 我那時候原本 我是要把我台灣那顆鍵盤 帶來英國的 因為我就說 因為我以為我15公斤的重量 結果我其實有35公斤 所以後來我就是很痛 放棄那顆鍵盤 其實我應該要把鍵帽帶來的 雖然這邊鍵帽也不貴啦 跟那邊其實差不多 可是那時候我在台灣 就買那種圓形鍵帽 可以讓它變大字機瘋的 我還特別把我 就是在台灣那顆鍵盤 原本它也是這種 方形的鍵帽 我把它全部換成圓形的鍵帽 然後打算帶來的時候 就是一顆 煥然一新的鍵盤這樣 我現在又有一個 煥然一新的鍵盤 哈哈 超級超 因為它是輕軸 在台灣我買的時候 我是有特別 可能說我挑的是茶軸 但我現在就覺得 那差吧 我就我要買第二顆鍵盤 我不可能兩顆都買茶軸吧 我台灣買茶軸 是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男朋友是不會被我操心的 所以我是不會吵到 然後它直接就是心來暴揍人 那個程度 這顆 我覺得我男朋友現在憋我 哈哈 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Home鍵跟End鍵 我超care這件事情 因為你打神絲的時候 你要就是一整排 你要在一整行字的 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加個什麼東西 那個 左刮虎跟右刮虎 這樣一個一個按 真的會很惱火耶 因為Home跟End超方便 總之我有點被寵壞就是 吃一個15磅上架 這樣穿起來比我台灣那顆還便宜 它要過電 它要過電 太爽了 我可以好好工作 我終於有動力可以工作呢 哈哈 哈哈